你好 歡迎收看12月26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我有特異功能動態才藝大賞頒獎典禮 今天舉行 縣長徐鎮貴親自立臨頒獎 也欣賞了得獎學生們現場演出場面相當熱鬧 歡迎收看福治107年首創蕙蘭愛吳縣 融合教育請期的活動 最近已經邁入第五年了 期間分別以繪畫、攝影作品、動態才藝表演 增進比賽以及現場演出的方式 呈現本縣特殊需求學生在多元才藝方面優異的表現 希望增進本縣各級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以及社會大眾 對身心障礙以及支付優異的孩子們認識以及理解 我要非常非常謝謝校長及老師 平日對於我們孩子們的觀察 以及啟發他多元的開發、各項的才藝 而在整個啟發的過程中 我想很多的工作非常的繁瑣 而且必須更加的細膩及用心和耐心 我們剛才看到祝祥國小的兩個孩子表演得真的真的很好 今年我還看到了我們的孩子在 好像是口說相聲 今年有一次的活動裡面 也是在祝祥國小看到口說相聲 也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每一個孩子都有每一個孩子不同的發展 而我們尊重孩子 而且陪著孩子一起成長 我相信這樣子 我們每一個學校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藝術 或者是一個學習的氛圍 再次感謝所有的校長 以及所有老師 更恭喜今天獲獎的同學們 那也謝謝我們評審老師 這個在八十幾隊當中 能夠這個不斷的不斷的非常用心在屏蔽 所以再一次感謝大家 恭喜大家 而這次金山分別為口說藝術 音樂表演 舞蹈表演 以及戲劇演出等項目 進來越來越多學生們積極參與 今年共計有學淺 國小以及國中 247位學生組成 82個隊伍參賽 鼓勵教師們呈現學校融合教育推廣的成果 藉此競賽引導特殊需求的學生們 同彩合作參賽 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共計有7個隊伍獲持獎項 記得將會見 謝謝大家